像我们宣告的那么的简单 它有许多的问题 必须要 各个都必须要给一个合理的答案 但其实如果我们明白复活的真理 这些问题都将不成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 撒都该人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 他们是保守的宗教领袖 他们是专门负责管理圣殿的 他们只接受摩西的律法 摩西五经 那摩西五经有哪五经 来念一下 很好 你们就要记得 撒都该人和法利塞人不一样的是 撒都该人全本圣经里面 他只接受摩西五经 其他一律不接受 就是从创世纪到生命纪 他认为那个才是真正的圣经 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 他们也不相信天使 也不相信灵魂的事情 撒都该人他们夹着这个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 要弄清楚 是这个嫁过七个老婆的人呢 谁是他在天上真正的丈夫 谁是他在天上真正的丈夫 而撒都该人所问的这个问题呢 曾经让法利塞人他们非常的头痛 这些的宗教领袖 这些的文士 这些对律法深深非常熟悉的人呢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招架撒都该人这样的提问 撒都该人认为这个问题呢 是他们手上的王牌 足以让死人复活的这个信念呢 看起来荒谬无稽 所以他们把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曾经已经把这个问题问过法利塞人 他们跟法利塞人多次辩论 法利塞人辩不过他们 因为法利塞人对这个问题无解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得意说 这个问题是他们的王牌 他们今天要拿这个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 接问耶稣 看耶稣能不能够来回答他们 耶稣可以回答吗 我们来看耶稣给他们的答案 耶稣给他们的答案 含着万古长心 永恒不变的真理 耶稣告诉他们说 千万不要拿今生来比拟来生 耶稣说他们对圣经和上帝的大能 一点都不明白和了解 首先他们不明白圣经 圣经从没说过 夫妇的关系要延续到天上 因为在那里人将会截然不同 面对撒都干人的提问 耶稣很清楚 这些人他们的心里面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一个动机来问耶稣的 但是耶稣仍然非常耐心的来回应他们 耶稣蛮有智慧的知道怎么样子来 对付他们的这种的结问 复活的障碍 耶稣告诉他们 复活的障碍不在摩西五经的教义里面 复活的障碍不在那里面 复活的障碍在哪里面 复活的障碍在他们心里面 他们的心里面对复活有障碍 因为他们基本上不相信复活 即便有摩西五经给他们看 因为他们心里面不相信 所以摩西五经所写的 他们看也看不明白 纵使他们是宗教领袖 纵使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的 撒都干人 他们不明白圣经 耶稣告诉他们 他们错了 在马太福音耶稣直指的说出他们错了 这个世代 就是现今的这个世代 有嫁娶 可是在死后复活的那一个世代 也就是永恒里面不在永恶 嫁娶的事情只在今生 不会延续到永生 我们来看一下平行经文 路加福音20章34到36节 路加福音20章34到36节 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 路加福音20章34到36节 请 耶稣说这世代的人有此处下 没有算也配可万世间 与从此灵活的人也不许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而天体上即使活的人就会为神的儿子 好 到这边 这一段撒图该人结问耶稣关于复活的这个问题 在弗类福音 马太 马可 路加里面都有记载 而三处的记载呢 你会发现都有一些的让人惊叹之处 虽然他们真的是按当时耶稣所说话 因为所说的话记录下来呢 但是每一个地方呢 你都会看见到 他们有的多记了 有的少记了 但是你就从三处里面就会看出 耶稣完整的跟那个撒图该人的对话 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 那我们刚刚读到路加福音 这里这段话的意思呢 是告诉我们说呢 耶稣强调婚姻的关系呢 是今生 这一生才会有的 它不会延续到天上 耶稣的意思呢 不是说在天上 夫妻就彼此互相认不出来了 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的意思是说到了天上 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了 到了天上 我看到凡妈妈 我看到假妈妈 但是我们的关系呢 更上一层楼 文姬跟全新在地上是夫妻 文人哥跟婉安姐在地上是夫妻 但是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已经怎么样 升华了 这样了解好 那但是那个升华是怎么样的一个升华呢 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关系完全不同 那个时候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而他们都如天使一样 不会有嫁娶 也没有所谓的婚姻 何况不是人人都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 华家福音告诉我们说 只有那些配得的人 就是得救的人才可以 人死后复活以后呢 跟天使一样都不会再死 耶稣的这番话呢 同时也是在国赐 撒都该人 他们不相信天使的错误 因为确实有天使的存在 而复活的人 无论是男人 无论是女人 都像天使一样 不再会有嫁娶 再说了 耶稣指出撒都该人 不晓得神的大能 如果 他们就认为 今天也是 哥利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不明白神的大能 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也不明白神的大能 我们就想了 人都烧成灰烬了 人都埋在土里面腐烂了 肉都被虫吃了 那怎么复活呢 那复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呢 我们要说 如果 如果上帝按照创世纪 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 他用尘土造人 那么我们要说 他是不是也能够轻易地 使人再从尘土当中活过来呢 如果上帝能够从尘土造出了小灵结 从尘土造出了融传道 那么当我们又归回 又变为尘土的时候 上帝是不是能够轻易地 再把我们造出来呢 你们觉得呢 当然 上帝的大能 他既然一开始从尘土造出了万族 他同样的能够再从尘土当中 把万族再恢复过来 但是再造的人 已经跟先前的人不一样了 为什么 按照菲利比那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都穿上了什么 荣耀的身体 我们披上荣耀 耶稣引述沙图干人眼中极具权威的荆棘篇 也就是《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的话说 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来证明复活是必然的 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会觉得 耶稣干嘛要讲这句话 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底撒的神 是雅各的神 这跟父母有什么关系 可是今天你们会说 原来我们真是不明白 我们像沙都盖人一样 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 我们读千遍圣经 如果耶稣没有给我们启示 我们真是看也看不明白 今天我们都要明白 这个宝贵的真理 我们来看一下平行经文 马可福音 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 二十四章 那个十九十二章 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到二十七节 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请 耶稣说 祝我们所有的错误 岂不是你对我们的目的 还真心 是想想神的大力吗 神从此里复活 也不去别人家 开向天上的施整一样 能到此也复活 你们没有念过 和其的书 尽其天上活在吗 神对我们说 我是有阿拉伯的神 阿拉伯的神 阿拉伯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还是佛人的神 你们就是大错 好 你们是大错了 撒都该人 他们只相信什么 摩西五经 那现在耶稣就用摩西五经 指出他们的错处 你们读了圣经 还不明白吗 摩西五经 在初埃及记里面 怎么说的 在初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 那里说 神自己宣告 我是什么 亚伯拉恩的神 以赛的神 雅各的神 但是我们注意 在平行经文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这三卷书里面 耶稣在引用 初埃及记的这段经文的之前 他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什么 我请大家来注意 我们再来看一次